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业之后的第二大主导产业 日前 吉林农业大学果树专家李亚东 专程来到了白山市 对当地部分地区的蓝莓种植基地和生产企业进行指导 在一家蓝莓种植基地 他走上田间 在果树旁细心地向农户 解答蓝莓修剪等技术难题 这棵树都解十斤果 它现在状态能解成两斤果就不错了 能到三斤是顶天了 就产量都差了很多 树体没有发出来 产量上不来 然后这种很弱的调制 又解不好果品质也上不来 那么经济效率就会下降很多 李亚东告诉记者 检枝是蓝莓种植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 没有经过修剪的细小枝条 养分消耗大 不易结出好的果实 同时水肥管理综合技术 影响着蓝莓的产量和品质 那么去年这三棵就是我剪的嘛 剪完以后你看现在 它出来的都是很粗壮的结果质 就壮之壮压的结果嘛 才能结出好果的了 未来将来产量提高 记者了解到 这家蓝莓生产基地总面积500亩 其中有200亩已经进入了封产期 年产量可达10万斤 他每次来呢我们都有收获 每次他都有新的一些知识告诉我们 而且我们现在跟他合作的也挺密切 他现在有很多这些新的这种种子模式 我们也正在学习和这个利用 指导结束后 李亚东又来到了一家蓝莓深加工企业 专门对这家企业 从种苗培育 种植 加工 生产 研发 出口贸易 到电商销售的整个产业链条 进行调研和指导 能够消耗一万吨的原料 那么这些话就肯定保证将来种种 这个原料就是能够有出去 李亚东告诉记者 蓝莓的生产和销售 是蓝莓产业发展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通过蓝莓深加工企业的带动 实现了蓝莓的引进来和走出去 通过加工企业的带动果农的收益 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那梁老师 第二产业的发展的重要性 主要体现在哪呢 其实第二产业 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农产品的加工业 就于农业而言 那么这个加工业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一个基础 也是这个保障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 那么这个加工产品 应该说这个关联度是很高的 它关系到种植 关系到加工的工艺 然后关系到市场销售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什么呢 应该说它是吸纳劳动力强的 劳动密集型的这么一个产业 那么也是你保障健康啊 保障这个食品安全啊 质量啊 这么一个产业 那么这个农产品加工呢 它应该说对于服务三农啊 这个我们的农民广泛的参与 增加这个收入的一个渠道 同时呢 也是这个什么呢 也是我们参与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一二三产 农产品加工之后啊 服务业呢 服务行业要跟得上 那么第三产业的兴起给农民带来哪些机遇 大家应该如何把握呢 其实呢 这个吧 就二产三产 它俩是互相关联的 那么加工完了了 就要销售 加工完了 刚才我说了 劳动密集型的 那么三产的这个意义呢 就跟城镇化有关 那么最后啊 我一再讲 农业要精英来做 地要少数人来种地 那么通过高科技 通过先进的设备 通过这个互联网物联网 都应用到农业 那么一定是精英来做 那么绝大多数人 是通过城镇化 要从事什么 你从事到第三产 一个是保证这个收入 另外你这个经营种地 也要有这个什么 第三产为它服务的 这么些个进行这个保障 所以啊 这个呢 就是说二产三产 那么都要你 政府要主导 政府呢 要推动 社会资本要进入 什么叫政府推动 你像各种展会 那么加工出来的展品 加工出来的商品 那么要参与各种展会 各种展会 基本都是政府在搭台子 那么你这个新技术啊 新成果啊 新产品 都通过这个展会 进行展出 那么还有呢 电商平台 从这个培训 一直到呢 这个电商的平台的运营 那么政府呢 都在做这些推动的工作 社会资本在参与呢 也就是说 有一些个这个 互联网的大佬们 房地产的大佬们 纷纷都来投入农业 因为他们投入农业 你带来先进的理念 带来这个 就是这些个经营的理念 管理的理念 这是农民不具备的 那么这个政府一推动 这个社会资本一进入 那整个说呢 农业这个产业化 这个什么呢 就逐渐的推动了 那么这就是推动的 现代农业 所以说二产三产 是跟现代农业 那么这个就是必游之路 的确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 同时农业设施和模式 也逐渐走进了市民的家中 当下人们生活水平 逐渐提高了 百姓餐桌上 可以选择的蔬菜品种 也越来越多了 不过有一些蔬菜啊 看着新鲜 但却吃不出该有的味道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眼下这食品安全啊 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所以啊 这门前一亩三分地的 小原田地啊 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那现在市场上品种这么多 怎么才能选择 自己想要的那个味呢 今天啊 小胖就跟您聊聊 原田地选种的这些事 经常有一些这个 这个农民朋友反应 可能是包括咱们市民也反应 自己家种树小孩 那个味啊 没有以前那个味 那是咋回事呢 这个很多跟那个品种有关系 过去咱们一个黄瓜 一颗黄瓜羊 一个植株 接五到八个黄瓜 它的养分也这么多 供应很充足 这黄瓜呢 就口感非常好 现在这个黄瓜呢 现在是都雌性系的 每一节都有雌花 这每节有的时候 一节接一个花 接两个瓜 这个接瓜量很大 就产量很高 但是呢 这一个羊 现在能做多少瓜呢 二三十个 那它养分就供应不足了 供应不足怎么办呢 然后现在用什么红辣素啊 让它被动的生长 那么就吃着矿就不好 蔬菜品种的选择 化肥的使用 这些都是影响 蔬菜食味的因素 而且蔬菜从产地到销区 要经过长途跋涉 这就不得不让菜农 考虑运输问题 南菜北运 北菜南运 它这市的品种 都是一些耐厨运的品种 就不是咱们以前 那个农家的一些小品种 其实现在你如果小鸟 还是种农家的小品种 不用化肥 那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但是你 全种选错 对 就是这个种子 有的去买种子 这个价格高 一推荐 说这个有三块钱一袋的 有三十块钱一袋的 还身体有三百块钱一袋的 但其实你买这贵的 并不适合咱小孩种 这种瓜呢 是保护地种的 基本上保护地 它什么呢 它就是那种需要嫁鸡 然后呢 那个产量很高 它吃的口感相对就不是很好 你比如说这种黄瓜 咱们这种老黄瓜 这种老品种 一种杂油品种 它不是那种雌性系的 这种瓜呢 一颗羊 接个十个八个的 那口感就非常好了 种植小菜园 选对种子是第一步 接下来 肥料的使用更为重要 首先呢 就是你的果菜类东西 黄瓜 茄子 柿子辣椒什么的 尽量别从长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咱们化肥要少用 尽量不用化肥 用小园嘛 面积不大 用农甲肥和有机肥 这样呢 它们吃口感会好一些 其次 小菜园的种植时间 要和大田区别开 掌握好地温 才可以进行播种 在种地这方面 农民朋友经验更为丰富 市民就要注意了 播种前 要对蔬菜种子 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那这个种子拿回家去 这个种子不用处理 直接就可以下到地里吗 大部分种子 都需要用开始 用温水泡一下 然后再播种 温水 对 温水泡一下 一般的50度 被潮60度 四五十度这样的水 泡个十多个小时 然后种 比如说豆角 泡完成后 最好它那个牙 刚一出牙再种 这个时间长不好 等等其他种 比如说还有些 像那香蕊子 香蕊子呢 有很多人说 香蕊子为何种完不出呢 它那个外面是有成硬壳的 这个硬壳呢 你需要给它碾碎 然后再往地里散 再播种 选对种 用对肥 相信小菜园 一样可以种出 浓甲味 今天听了孙老师的解答 这小院选种 还真不能马虎 最后小胖提示您 在选择种子的时候 一定要正规的 种子商店去购买 要不然这种子选错 味就真不是那个味了 司机窗门办事事 说不定小胖 明天就到您的家里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有一些菜农 就会到早事上去卖苗子 那梁老师 这样的做法 您怎么看呢 其实我说呀 卖苗子呢 是人家蔬菜产业 重要的一环 这就是农民积极参与的 一个具体行动 那么农民利用自己家 就地取材的 简易的设施 或者是人家有条件的 复杂的设施 那么生产出一些个苗子 供应市场 那这个呢 本身说是农民 一部分收入 另外说就蔬菜产业而言 你这些人啊 嗅觉是很灵敏的 他们技术是很成熟的 那么选择一些个先进的品种 肯定说是对蔬菜产业的一种引领 什么东西市场是需要好 这个有需求 什么东西呢 咱们当地的这个什么呢 有市场前景 那么他们首先呢 是进行这些方面的市场调研了 所以说呢 它是根据市场的需求 然后调剂渔区 另外呢 南北呀 互相引种啊 你看我的这个什么朋友 农民朋友里面就有 这个当地原来没有地瓜 哎呀 我就从这个山海关 从秦皇岛啊 引进一些那个黄壤地瓜 不但是卖的好 而且还利于加工 这个地瓜呀 我自己家 就是那个可大加工 也可以小加工 那么做房啊 就可以煮完了 然后就一辆菜 这个地瓜就适合 这个生产这个地瓜干 而且这个地瓜干 就地就销售 所以我说呢 这些人呢 如果要做 其实这里头商机是无限的 感谢梁老师的提示 我们也希望农民朋友 提高种植的水平 无论是卖菜还是卖苗 都能获得一个好的收益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在松原 横市果蔬品种不断更新 农民增收前景越来越好 在震来 紧密依托彭模扶持项目 主动出击 获平致富先锋 价格分析专家 做客演播室 分析届日 农副产品价格 指导农民科学购销产品 香榷四季12316 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乡村四季12316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是 价格分析专家梁启老师 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 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 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628-8626 或者是180-431-12316 来进行咨询 同时你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 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的为您解答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首先是永吉的网友咨询 500斤左右的小公牛 多少钱一斤呢 梁老师 这个如果品种好的话 流行好的话 应该在17到18块一斤 服务于的于先生咨询 娄子玉米 作家出售多少钱呢 娄子玉米也得看水分 也得看质量 如果水分和质量要一般的 应该现在八毛钱 如果要是特殊的 达到14-15个笋的 质量一二等的 应该在八毛五上下 九台的赵丽华咨询 黑白花的玉肥牛价格是多少呢 黑白花的玉肥牛一般的 它比这个品种 像西门塔尔啊 下落来这些个呢 应该每斤少 这个两三毛钱吧 它应该在13块一二只 常令的网友咨询 种黑豆给不给补贴 黄豆一赏地 能补多少钱呢 它这个黑豆能不能补贴 就是各个县里定 要按我的想法呢 理解呢 那么种植大豆 一方面是我们国家 大豆的缺口大 另一方面 它还有这个赔肥地利的作用 所以说就从种植业 结构调整 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所以黑豆 它也是豆 这个应该说 它属于大豆的范畴 至于说各个县的补贴多少 黑豆算不算数 那么它一定要听县里的 看看县里怎么界定 因为这个省里头 这个补贴 把这个钱砍块 砍到各个县 完全是你县里 统计面积呀 整个往下播发呀 这个是自主权在县里 所以一定要它问县里 好 感谢梁老师 那么这一时段 微信平台的情况 我们就了解到这里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纪念第72个 国际红十字日 庆祝省红十字会 成立100周年 日前 省红十字会 在大安市大港子镇 举行了爱心相随 就在身边主题宣传活动 中午时分 一位老人突然昏倒在路边 心跳呼吸停止 只有几位路人 发现了这一情况 这是自救护救 培训活动模拟的一个场景 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害怕是很多人 遇到突发情况的第一反应 在专家的提示下 一些人想到了 拨打120求救 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做法 但专家表示 这样做还远远不够 在等待救援时 科学开展院前救治 是非常必要的 特别是针对心脏骤停的病人 科学的救助 能够大大提高生存的几率 如果超过了黄金的 救命的时间 超过了四分钟 那么他的脑细胞 在不断地死亡 超过十分钟 脑细胞几乎全部死亡了 心肺复苏 是针对心跳骤停的 重要救护措施 但在采用这一操作时 首先要确定患者 心跳呼吸精神意识的状态 科学的操作 能够获得最佳效果 按压的时候 你要跪在这里 跪在这里 这条腿和它的肩 基本平齐 然后一手掌根 放在按压点上 双乳头连线的终点 掌根放在按压终点 然后另一只手 与这只掌根 手的掌根 同向重叠 食指相扣 下边这只手扳起来 然后身体前倾 肩肘腕 伸直 以宽观点为支点 借助上半身的重力 垂直向下按一下 按压三十四 零一零二零三零四 在专家掩饰的过程中 村民李翠平学的格外认真 他说去年 她的丈夫就发生了心脏猝死 虽然抢救了过来 却因为错过了最佳时机 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随后专家又讲解了 癫痫 呼吸道异物 事故外伤等 常发情况的处理方法 鼓励大家积极开展 自救 护救工作 事实上 我省农村地区 受医疗 交通 群众意识等条件限制 救援能力比较有限 开展科学自救 护救工作 尤其重要 在今后的工作中 省红十四会也将重点 走入这些地方 将爱与健康 带给广大城乡群众 我们到每一个地方 甚至说每一个角落 我们每年都进行 大量的进行普及工作 持续要走下去 持续要走下去 必须的 希望大家多多学习 相关的知识 提高应急和防范的意识 松原市宁江区 在发展棚模产业的基础上 不断引进新的品种 同时转变了传统的种植结构 实现了棚模经济新的跨越 走进博都乡杨家村 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的蔬菜大棚 今年 杨家村从辽宁省农科院 请来了专家 在发展原有棚模产业园区的基础上 引进新的栽质品种 把传统蔬菜批发 转向采摘 休闲观光 农趣体验 眼下 油盘桃 火龙果 大樱桃 这些远道而来的新鲜品种 成了老乡们的摇钱树 合作社里掌握先进种植技术的明白人 成了乡亲们眼中的香饱饱 张德纲和高宝福 有着多年的果树栽质经验 经过前期土地整理 配套喷罐设备安装 他们在杨家村的七栋大棚内 移栽定职了 从辽宁农科院引进的新品种油盘桃 由于北方光照强 昼夜温差大 在这种条件下栽种的新品种油盘桃 果稀大 甜度高 采摘期可以从六月份持续到十一月份 这个盘桃是全国最顶尖的一个盘桃品种 黄肉的特别好吃 单个果在半斤左右 厚度在六公分 直径是十二三公分 每天就是在六点半钟左右 工人就应到位了 下检 检汁 包括施肥 浇水 等等一系列的 工人都是忙得不可开救 产业发展了 带动了种植户的增收 同时也带动了村里剩余劳动力 参与务工增加收入 产业多了 没打工地 有打工地方呢 除了能挣钱呢 一天能挣六七十块钱 一月两千多块钱呗 从那整棚子我就开始给这里干活 这一年不少赚呢 还行 一万多块钱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坚行动的全面推进 如今的杨家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增强 农业效益不断提高 目前 博都乡杨家村已建成蔬菜大棚101栋 其中77个日光棚 24个暖棚 基地已经培育瓜果蔬菜苗20余个品种 预计年产量60万斤 年产值180万元 下一步 杨家村还将通过不断地引进新的栽质品种 继续改变传统棚菜棚瓜的种植结构 发展绿色有机果树 形成从土地到餐桌的产业链 幸福就是说每天有一项四桌 有一种奋斗目标 这朋友忙忙碌碌碌很开心 这种快乐 更加幸福 和松原菜农的做法有一些相似 镇来镇哈拉本赵村的秘学中 在棚模扶贫产业的拉动之下 已经从一名普通的贫困户 转变成了当地的制服先锋 这一天 秘学中家来了一伙特殊的亲戚 他们是镇来县卫健局驻村包包干部 这次大伙组团到来 是帮老秘买东西的 去年年初 镇来县镇哈拉本赵村 与镇来县卫健局协调帮扶资金七千元 帮助秘学中在他家庭院内 建起占地七百二十平方米的大棚 发展庭院经济 棚内栽植台湾长果桑葚 大樱桃等果树 种植草莓 西红柿等采摘作物 采摘期达到一百多天 台湾长果桑葚卖到五十元一斤 去年 采摘园仅草莓 西红柿两项 收入五万多元 两年时间的帮扶 转变了秘学中的种植观念 就在前不久 秘学中还获得了第八届吉林省道德模范 继吉林好人2018年度人物敬业奉献奖 这样一来 老秘的干劲更足了 为了带动乡亲增加收入 他推出了采摘业务 确实好吃啊 不但味美 而且口感还好 在城里带惯了 就是到农村的采摘了 这确实就不一样 认真学习 主动发力 这是秘学中身上表现出来的品格 梁老师 咱们贫困户主动的配合 对于扶贫工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扶贫应该是两方面 那么政府的从政策呀 从资金呀 还有从技术方面的扶持 应该是内因 那么应该是外因 那么内因呢 那就是说农民或者是贫困户本身的 内生的一些个动力 这是内因 那就好比说一个鸡蛋 给它的温度 给它一定的环境条件 它能浮出小记忆 如果一块石头 那你就是任何的 给它任何条件 它也浮不出小记忆 所以这一定是你 外因和内因同时发力 它才能够你 摆脱这个贫困 那么贫困户里主动参与 就是各个 现在呀 就各种产业 那么有蔬菜产业 有这个玉米产业 还有其他的这个非农的产业 农村养老业 农村物流业呀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行业呀 比如说乡村旅游业呀 那么贫困户你都参与其中 看看你能干点啥 哪个这个什么 你有什么长处 适合干点啥 实际你这商机无限的 实际服品 这应该说你 志气就是内生动力 那么智慧是他成功的 必备的素质 你看我这个接触的农民 城里有个鱼开发 重度残疾 煮着酸拐 两口子就是养这个什么 能反母猪 养了一共七八头十来头 还不多养 他就把握的 什么时间上市 什么时间育肥 育肥一点 供应节日市场 然后上市子猪贵 我现在是 我现在就像那里有什么东西 我现在是 大陆 你那里有什么东西